今天介绍给大家的是一本由内而外的教养书,副标题是,做一个好父母,首先要接受自己,这是一本关于心理学的书,它着重于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接受父母早期生活经验影响孩子的成长。 丹尼尔·西格尔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名临床精神病学教授,是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,受到微软和谷歌等机构的推崇,他是人际神经生物学的先驱。 另一个作者,玛丽哈特尔,儿童发展专家,儿童早期教育和心理学硕士,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,他一直从事教育工作30余年,致力于培养家长和教师。 两位作者发现啊,这是一种轮回,很多父母从小就被父母的教育方式深深的折磨着,誓言,以后也不会这样对待孩子了。 可是,当他们真的有了孩子的时候,他们马上就会变成父母的副制品,以父母对待自己的方式对待孩子。 比如,曾经被父亲暴打一顿的小男孩,长大之后,就变成了一个动不动就发怒的炸弹,动不动就拳打脚踢。 再比如,小女孩曾经被自己的母亲逼疯了,但当了妈妈以后,她立刻变成了24小时的追踪者。 偷窥孩子的日记,粗暴地干涉孩子的生活,他们常常自责,怎么回事,我曾经那么痛恨父母的所作所为,为什么现在又要转嫁给孩子? 可是每一次反思之后,他们都会不断地犯错,不断地犯错,不断地后悔。 这本书将告诉你原因,还有,该怎么办,一共18万字,共分9章,我将以4个问题带你认识自己,接受你自己,这样你才能更好地和你的孩子相处。 第一名,为什么我们对待孩子就像父母对待我们一样? 第二点,过去对我们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有什么影响? 第三,我们怎样接受过去,帮助儿童健康成长? 第四,当亲子关系破裂时,怎样才能修复呢? 首先,让我们先谈第一点,为什么我们对待孩子就像父母对待我们一样? 这种事经常发生在我们周围,女儿放学后没有做作业,而是先坐着看故事书吃东西。 妈妈看到这一幕,不由得大发雷霆,冲女儿大喊大叫,喊完之后,她就后悔了。 原来,妈妈当年学习压力太大了,经常被父母批评,想要放松一下,还要偷偷地做。 虽然知道孩子累了一天,休息一下也是正常的,但是一看到孩子放松下来,她就暴跳如雷。 这种现象与内隐记忆有关,正是因为她,父母才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过去的影响。 所谓的记忆,就是所谓的外险记忆,就像是我们小时候做过的那些重要的事情一样。 我们可以清晰地回忆起来,内隐记忆又叫自动记忆,也就是无意识记忆。 许多精神创伤或未妥善处理的问题,往往存在于内隐记忆中,她深藏不漏,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不会发现的。 当她被激活时,你甚至感觉不到那是一种回忆,你也许会感到自己的思绪被淹没了。 但具体发生了什么,她却想不起来,做着希格尔以亲身经历为例。 在医院实习期间,希格尔见过太多受惊哭泣的孩子,因为压抑的情绪,她的大脑拒绝将这种感觉纳入到外险记忆中。 多年后,儿子出世,孩子一哭,她便惶恐无助,连哄孩子都做不到,好不容易,她才反应过来。 这是内隐记忆造成的,通过这种暗交般的内隐记忆,我们的过去正是影响了我们养育孩子的方式,因为这是一种固定的模式。 每当遇到类似的场景时,情绪就会自动激活,这种建立在过去经验基础上的条件反射,经常出现在我们生活中,导致历史重演。 另一位作家玛丽哈特尔也发表了她的故事,每次带着孩子去买鞋,她都会心烦意乱,她嘴上鼓励孩子选自己喜欢的鞋,可是每次孩子选鞋的时候,她又挑三件四。 最后,他们只能灰溜溜的回家了,哈特尔也是一头雾水,因为她既不缺钱,也不想让孩子们为难,可是,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? 后来,孩子问起了她小时候买鞋的事,她才如梦初醒,原来哈特尔小时候家境并不好,家里有很多兄弟姐妹,每次给他们买鞋,妈妈都犹豫了很久,母亲的脾气也很暴躁。 每一次买鞋,玛丽都要提心吊胆,虽然她能从理智上理解母亲的真实情绪,但记忆却被隐藏起来了,再一次,她带着孩子去买鞋,每一次,她都会下意识地犹豫不决,心烦意乱,还有她的母亲,一模一样。 如果我们一再陷入这种条件反射模式,甚至做出一些非理性的行为,孩子就会受到伤害或者变得非常敏感,再也不能信任我们了。 到时候,面对这样的情况,他们就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了,文回继续,以上就是我们第一部分的内容,过去的创伤和问题将被隐藏在不易察觉的内隐记忆中,通过条件反射影响着我们养育孩子的方式,那么在亲子关系中,内隐记忆还有哪些表现呢? 让我们进入第二个问题,过去对我们和孩子的关系有什么影响? 作者认为,父母的过去对其行为有一定的影响,进而影响到亲子间的沟通,从而形成不同的亲子依恋模式。 本文通过四位爸爸和宝宝之间的互动,展示了我们过去的经验和情感,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和孩子之间的关系。 孩子很饿,枯萎了。 第一个父亲是个细心而敏捷的人,听到这句话,他立即冲过去,将孩子抱了起来,一边安抚他,一边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时间表,判断孩子是否饿了。 所以他准备奶瓶的时候,跟孩子说话,告诉他很快就会好的。 做完这一切之后,他马上坐下来,给孩子喂奶。 这位父亲在孩提时代得到了充分的关怀和照顾,他能很好地与他人沟通,因此他能准确地感受到孩子们的要求,并及时地做出反应。 他的照顾能使孩子形成安全的依恋。 当孩子感受到父亲对他的理解和尊重时,他内心就会产生一种幸福感,使他积极探索外部世界,与他人建立联系,成为一个灵活协调健康的人。 孩子饿得哇哇大哭,第二个父亲就比较吃顿了,孩子哭了,但他还是坚持把报纸读完,同时心里也有点烦躁,觉得这孩子整天哭个不停,他看不出是不是换尿片的时候,就一言不发地把孩子放回床上。 可是孩子哭个不停,爸爸又想了想,他很困,他给他盖上被子,关上了门,让他安静地睡着了。 可是,孩子还在哭,这样折腾了四十分钟,他才想起来,上次喂奶已经过去好几个小时了,孩子很饿。 这位父亲从小就缺乏与父母沟通,习惯了冷淡疏离,对孩子的反应不够灵敏,尽管他认为他有责任照顾孩子,不过,他并不喜欢跟孩子有太多的接触。 如果这种模式经常出现的话,这会导致孩子产生回避型依恋,孩子们会认为爸爸拒绝了他们的交流欲望。 久而久之,孩子们就会远离父亲,无法建立其有效的联系,孩子们在与别人交往时,也会使用同样的模式,并且相信,世界是一片荒凉和冷漠,让我们再看看吧。 孩子饿得哇哇大哭,第三个爸爸看起来很焦虑,很紧张,听到孩子的哭声,他走过去把孩子抱起来,同时,他又有些心不在焉,想起别人总是说他不够果断,他就这么抱着孩子。 过了一会儿,他才想起来,孩子也许饿了,这位父亲小时候常常被父亲轻视,认为他没有能力,母亲没有为他辩解,反而批评他不该跟父亲顶嘴,他的童年充满了自卑和紧张,他渴望得到关注,但内心却充满了不确定和压抑,这种心理负担会影响他与孩子之间的关系,因为他一直都很紧张,很纠结,再一次,如果模式总是出现,就会产生矛盾,孩子会有跟爸爸一样的矛盾心理, 他不知道爸爸能不能理解他,也不知道他对爸爸有什么期待,在社交中,孩子想要与外界交流,但是他们又充满了怀疑和焦虑,觉得自己与他人的联系并不稳定和可靠,孩子饿得哇哇大哭。 第四个孩子,爸爸的反应有点特别,听着孩子的哭声,他心里很不是滋味,他第一反应就是必须拦住他,他粗鲁地把孩子抱了起来,把孩子吓坏了,而他自己,确实毫无所觉,他担心孩子可能饿了,赶紧准备奶瓶,结果奶瓶掉在地上,孩子哭得更厉害了。 此时,爸爸既烦躁,又觉得心烦意乱,思绪越来越乱,瓶子摔碎的声音使他响起了可怕的过去,他小时候经常受到酗酒母亲的虐待,他忘了女儿还在抽气,过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,连忙安慰。 过去,精神上的创伤无法抚平,深深地影响着这个父亲,他平时情绪波动很大,孩子一哭起来就发脾气,如果一个孩子在客厅里大声唱歌,他就会训斥他,这种状态会严重影响儿童的成长,形成紊乱形依恋,他的生理本能促使他向父亲寻求安慰和保护,但是恐惧会使他不能被困在中间,进退两难,情绪混乱,他会发现人际关系很难预测,心理分裂,恐惧也会损害儿童。 从大脑中尚未发育成熟的神经协调功能,他很难调整自己的情绪来应对压力,学习和社交也会出现障碍,好,现在我们来总结下第二部分,父母的过去是如何影响孩子行为的,进而影响到亲子沟通,形成不同的亲子依恋模式,父母冷漠疏离导致孩子逃避父母焦虑和矛盾,父母对孩子的虐待和暴力也会使他们受到伤害,混乱,作者是这么认为的,想要改变亲子关系,光懂理论, 是不够的,父母也要学会理解和接受过去。第三个问题是,我们怎样才能接受我们的过去,并帮助孩子健康成长。 听到这里,有些人也许会担心,我们的过去决定了我们和孩子之间的关系,危惧的轮回是不可避免的。 事实上,研究显示,人们可以从童年的安全依恋转变为安全的成人训练,也许我们小时候跟父母的关系是有问题的,但是长大后,当我们彻底理解和接受过去的时候,我们就能改变跟孩子相处的方式。 那么,我们怎样才能接受我们的过去呢?它可以分为两部分,第一步是回忆与反思,首先,我们要回顾童年,问自己一些问题,换起记忆,比如,你小时候和父母相处的怎么样? 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从幼年开始就改变了?你与父母的关系有何不同?相似的地方在哪里?你是否曾被拒绝或受到惊吓?这样的经历会影响到你以后的生活吗?小时候有过什么困难吗?你曾经依靠父母或他人克服过这些困难吗?从这件事中,你能得出什么结论?你认为一个好爸爸或好妈妈应该是什么样的?你父母做了多少?等等,等等。 当你回答这些问题时,脑海里会浮现出一些有趣的东西,他的心中,也有了一丝感动,你可能会觉得不确定或者不舒服,难以用语言表达,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,和情感有关的回忆会使我们紧张,当他特别沉重的时候,痛苦就会使我们感到脆弱和敏感。 但作者认为,我们还是要把这些记忆提取出来,并把它们告诉你所信任的人,这些记忆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那些深藏在内心深处的记忆,内隐记忆可以通过回忆和讲述而暴露出来,融入到我们外在的记忆中,这样做,我们就能把过去不好的经历从南方的案子变成一朵花。 当我们将内隐记忆外化后,接受自我的第二部分就是理解与成长,当内隐记忆暴露于我们眼前时,我们要试着去分析和理解这个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,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父母,那该怎么做呢? 作者还列举了一些例子,首先,她是一个母亲,谈起过去,她说她小时候生活得很好,经历也很丰富,父母教了她什么是对的,什么是错的,什么是成功的经验, 作者注意到,尽管这种描述很有条理,很有逻辑,但细节上的欠缺,比如说,具体的视力,她想不起来,说明父母是怎样教导她的,什么是对的,什么是错的,这是一个典型的童年时期,父母关系冷淡的表现,缺乏细节,一是因为她本人很少与父母亲密接触,二是为了适应父母的冷淡,她会刻意减少相关细节,淡化其重要性,保护自己不受伤害, 这类成年人因为小时候缺乏与父母沟通,神经机制的发展受到限制,感知能力受到限制,难以理解他人的处境,难以产生同情心,理解了这个,他们能做什么呢? 作者建议,要主动关注自己和他人的感受,记录一些社交细节,加强人际交往,这有助于他们接受与孩子的亲密接触,并向安全依恋转变,还有一个爸爸, 他儿时的回忆总是与现在交织在一起,就在一分钟前,他还在说哥哥小时候调皮捣蛋,待下一秒,话风就变了,说母亲批评他对儿子太严厉了,但母亲从来没有批评过他,他说,母亲一直忽略了他,不过,他并不在意,如果写下这段话,细细阅读,就会发现他内心的纠结与矛盾,原来,他是真的在乎母亲的偏心,更何况,不愉快的回忆仍然影响着他和儿子之间的关系, 如果儿子比母亲更亲,他就会受到刺激而感到失落,说不定,他还会想方设法,争取孩子的好感,但同时,他也因为愤怒而不时地流露出愤怒的言辞和行动,这会使孩子感到困惑,成年人在孩童时期就会产生一种心理防御,以此来安慰自己,比方说,这位父亲会假装不在乎,那么现在他要做的,就是放下这道防线,明白母亲的偏心,并不是因为自己的缺点和错误,而是因为母亲, 他能够从其他关系中找到证据,肯定自己是受人喜爱的,从而能够以明朗的心态和孩子交流,而是接受自己,有较深创伤情感障碍的父母最困难,对那些情绪混乱的家长们来说,他们在自我修复过程中面临着两大挑战,一是为了保护自己,他们的记忆往往很模糊,很少有可以供他们反思的东西, 二是因为伤势太重,他们往往会陷入一种僵化混乱极端的状态,无法主动分析问题,作者建议,即使他们对过去的记忆不够清晰,也可以把他们与现在结合起来,试着解读他,勇敢地面对创伤,如果需要的话,请一位值得信赖的人参加这次治疗之旅, 这本书里有一个母亲,儿子一哭,他就手足无措,恨不得丢下他一走了之,经过仔细的分析,他发现父亲患有双向障碍,他小时候经常犯病,这让他对情绪不稳定的人产生了强烈的恐惧,当恐惧来临的时候,他就会提醒自己,儿子的哭闹需要照顾,这是一个信号,没有伤害,他变成了一位善解人意的母亲,不仅能照顾好孩子,还能理解过去,跟父亲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融洽, 好了,让我们对第三部分进行总结,即使童年有问题,通过积极的反思,我们也能理解这些问题,接受他们,接受自己,改变我们与孩子相处的方式,接受你自己,为我们与孩子建立一个牢固的沟通基础,但是,这并不意味着亲子交流从此一帆风顺,在现实生活中,误会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,甚至有可能导致家庭关系的恶性破裂,这就是第四个,今天最后一个问题, 当亲子关系破裂时,什么才是真正有效的亲子沟通,我们怎样才能修复它,真正有效的亲子沟通是什么,很多父母每天都会关心孩子,关心他们的孩子,但是作者认为,这种交流并不一定就是真正的交流,书上说过,不管是什么文化,有效交流有一个共同点, 那就是父母和孩子都有能力向对方发出信号,并且接收信号,也就是说,真正的交流是双向的,你唠叨个没完,孩子左耳朵近右耳朵出,还是说,双方都是以秋之河,那是噪音,而非交流,有效的沟通有两个关键点,一是事实,也就是说,父母能够及时地接受孩子发出的信号,并做出反应, 如果婴儿哭了很久,没有人回应,那么他就会感觉到孤独和外界的隔阂,感觉这个世界就像一个不安全的地方和外界联系的动力,二是准确性,也就是说,父母要对孩子的需要做出适当的反应,很多时候,父母都会做出回应,但他的回应,却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,和孩子之间没有真正的联系,比如,孩子跌倒了,哭得稀里哗啦,但父母总是强调要勇敢,不要哭, 这是最常见的反例方式,事实上,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,孩子都会感到害怕或者受到伤害,假如你换一种方式,以陈述事实的口吻告诉孩子,你被石头绊了一下,跌倒在草地上,你也许会感到惊讶,我们看看有没有受伤的地方,孩子们会觉得自己被完全理解了,学会了冷静的对待类似的事情,所以,在与孩子交流时,你要问问自己,是否两者都做到了,事实,很准,当然, 父母并不像应答器那样随叫随到,随叫随到,父母又不是小孩子,肚子里的蛔虫,总能看穿孩子的心思,事实上,由于各种原因每天都会发生误会,所以父母们并不能时时刻刻提供准确的沟通,在日常生活中,父母之间难免会有争吵和冲突,书中称之为破裂,那么当亲自沟通被破坏时,我们该如何修复呢? 首先,你要明白这一点,这是很正常的事情,父母与子女的愿望不同,目标与计划自然会产生矛盾,第一个破裂,这是父母与孩子对于连结与独处的不同需求,年幼的孩子可能会缠着忙碌的父母,要求大量的陪伴,年纪大一点的孩子,怎么可能会想要独处,逃避父母的控制呢? 比如孩子们聚会回来,想要一个人待上一段时间,可是好奇的父母时不时的问他跟谁出去玩什么游戏,那孩子躲在屋里不肯回答,他的父母都气坏了,这就是所谓的动荡型破裂,动荡型破裂修复起来比较容易,主要是平衡双方的需求,你可以按拿住好奇心,等以后再问,或者向孩子解释原因,让他理解,不要用感情来代替对话。 第二个原因是父母对孩子信息的理解不够透彻,从而产生了误解,比如孩子在玩具盒子里捡了一堆树叶,父母闲脏就扔掉了,这些树叶在孩子们的眼中是美丽的宝藏,因此,他大喊大叫,闹得父母都觉得不可理喻,他是良性的破裂,而且很容易修复,父母要及时了解孩子的感受,向他解释,告诉他心中所想,对于渴望理解的孩子来说,误解同样会造成心理上的巨大痛苦,因此, 我们应该及时采取温和的方式来补救,第三种是破裂,这就是父母给孩子设下的障碍,对父母来说,孩子的行为涉嫌很重要,孩子们会从中学到什么该做什么,什么不该做什么安全和危险,比如不准玩火柴,不准在晚饭前吃冰激凌, 然而,涉嫌行为也可能导致父母与子女关系紧张,孩子们可能因为没有得到父母的同意而感到难过,觉得他们与父母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,在这个时候,父母可以表达对孩子情绪照顾的愿望,但是,他又不能随随便便地满足他, 比方说,你可以告诉孩子,我知道你想吃冰激凌,不过马上就要吃晚饭了,要不我们吃完晚饭再吃冰激凌吧,如果是这样的话,那就更简单粗暴了,不,不可以,比这强多了,如果孩子因为拒绝而生气或者难过,那就让他继续伤心吧, 不要惩罚他,比如告诉他,以后不能吃冰激凌了,父母也不能放纵,这样孩子才不会生气,不会难过,比如说,以后想吃什么就吃什么,作者认为,父母冷静的处理和光线能帮助孩子忍受和处理负面情绪,最具挑战性的是恶性破裂,当父母失去控制时,这种破裂通常会发生,我们对孩子大喊大叫,甚至采取暴力行为,如果父母有心理上的创伤,同样的破裂会反复发生, 此时,家长最好停止互动,心理上远离孩子,等到他恢复思考能力的时候,再跟他讨论,讨论应集中于导致破裂的原因,而非相互指责,作者认为对于恶性破裂来说,重要的是去面对,而不是装作没看见,敷衍过去,那样的话,就会留下后遗症,好了,让我们来总结一下第四部分吧, 在接受自己的基础上,我们要努力和孩子们进行正确的交流,但暂时的亲子关系难以避免,父母应主动寻求修复,特别是受到过去创伤影响的恶性破裂,回避会带来更大的麻烦。 现在,让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本书的内容,第一个原因是,我们过去会通过内隐记忆来影响我们养育孩子的方式,内隐记忆是由过去的经验造成的,因为我们没有处理好,第二,父母对儿童早期生活的认知与理解,使他们形成不同的依附模式,这就会影响到他们的人际关系,冷漠疏离的父母会使孩子产生回避型依恋,缺乏沟通,对世界目不关心,父母的焦虑和纠结,使孩子形成了矛盾性的依恋, 他们希望和外界交流,但是又觉得和别人的联系是不可靠的,父母的虐待和暴力会使孩子变得混乱,有可能出现精神分裂,社交障碍和学习障碍,第三点,即使童年有问题,我们也可以通过积极的反省,摆脱阴影,治愈救伤,改变孩子们相处方式,第四,家庭破裂是很正常的事情,即使修理很重要,方法就是平衡自己和孩子的需求,充分了解孩子的感受,并使之清晰, 对于恶性亲自关系破裂,父母要冷静下来,勇敢面对,不能蒙混过关,由内而外的教养,本书的特别之处在于把重点放在了父母身上,努力引导父母自我理解,自我接纳,把智慧和爱心传递给孩子,序言里有一句话是画龙点睛的,很重要,没有你童年经历过什么,而是你对这些经验的看法,想,好友从内而外的教养,就为您解读这里的精华笔记在音频下方,明天见。